HELLO 各位伙伴大家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站在雅典卫城 这个小山丘上面的最东边 我们面向南方这样子的一个断崖前面 我们可以看到南侧的三角下面 一共有两座的古希腊的剧场 那么接近图片的右边 位于东南方的是 The Theatre of Dionysos 那么这个剧场呢 非常非常的古老 那么大概是公元前534年 一个名字叫做佩西斯特拉托斯 他一个这个雅典的一个建筑呢 将庆祝九神的这个节庆呢 从一个叫做Eleutery的乡下呢 搬到雅典来举办 因此呢又叫做Theatre of Dionysos Eleucidas OK那么因为他们认为 在雅典在这个戏台上面演戏 总是疯疯癫癫癫的呢 因此就将这个戏剧 就交给这个Dionysos来掌管 那么因为他是九神 因此希腊的这个剧场旁边呢 都会有一个Dionysos这样子一个神殿 刚刚我们讲到所谓的建筑 那么他是希腊的特有的一种政治的产物啦 那是指一些呢 既不是世袭 也不是经过武力夺取 也没有经过合法的民主的选举程序 只是凭着他个人的一种声望 或者是影响力 而来获取这样子的权力 来统治这个城邦 那么大概在西元前400多到300多年呢 这样子的一个期间呢 有不少城邦呢 就产生了不少的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的一个建筑 那么这样子的戏院呢 建于公元前大概500多年呢 是希腊最古老的一个剧场 我们可以说 他大概可以容纳一万六千人啦 虽然他没有整修完毕呢 但是这个剧场 却是许多古代最著名的戏剧呢 举办首演的地方啦 所以呢 就值得我们来稍微关注一下 另外呢 我们看到在图片的这个左下方呢 有一座叫做 希罗德阿提斯库斯剧场 Theatre of Heroes Artiscus 那么又称了 Odean of Heroes 反正呢 就是他的Odean是一个音乐厅啦 因为这个剧场主要是来举办音乐会的 大概可以容纳五千多名观众 他建于西渊前161年 是罗马元老院的一个贵族呢 叫希罗德阿提斯库斯 他献给雅典城的礼物 在1950年代呢 经过了整修 目前每年6月呢 他都会到9月都会举办露天的音乐会 他平常是不对外开放的 喜欢音乐的朋友 我下次不妨去雅典 如果季节对了 不妨去享受一下 这回荡在这个古老音乐厅的乐声啦 我相信一定是非常酷的 在我们循着这个原路走下这个卫城之前呢 我们可以看到 右下方有一座岩石的小山丘 那就是叫做 阿罗斯帕古斯 阿罗斯帕古斯 那原来他的意思就是 战神阿瑞斯的岩石 根据神话传说呢 这个战神阿瑞斯呢 因为杀死了海神Posident的儿子呢 那因此呢 就在这里呢 接受了众神的审判 因此呢 在古希腊时期呢 雅典的贵族呢 也就承袭了这样子的一个传统 就聚集在这里呢 商讨公共事务 来并且做一个裁判 刑事和民事案件 那么有点类似 罗马的元老院啊 因此也就被称为 战神三议事会 那么据《使徒行传》说 使徒保罗也曾经在这里 发表非常著名的演讲 如今呢 阿瑞尔帕古斯 那这个名词呢 也就成为 现代希腊的最高法院 那么雅典当然还有其他很多 值得一看的地方啦 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呢 跟大家介绍的太琐碎 因为有很多基本的概念呢 我前面都已经跟大家谈过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不妨去上网查一下 雅典旅游 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资讯 因此我就不在这里 来重复 来浪费大家太多的时间 那么现在呢 我要带大家去看一下 Hecademia 那么这就是现代的 这个雅典学院 雅典学院呢 又叫做雅典科学院 又称作柏拉图学院 那么现在呢 是希腊的国家科学院 成立于1926年 Hecademia 这个名字呢 据说是来自于古希腊时期 一个雅典呢 有一位名叫做 Academos 的一个英雄啦 当海伦被Tussus 在绑架的时候呢 他曾经向海伦的两个哥哥呢 那么提供这个线索 那后来呢 他的墓园就因此 就永远受到众神的保护 然后慢慢慢慢的 就变成学者们 喜欢在这里聚会的一个场地了 那么也许 你关心的朋友 会说 海伦 海伦不是斯巴达的公主吗 那关雅典 那什么 什么事啊 那我讲没错 但是我只是告诉你 我只是 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那就拜托你 不要这样子吹毛求疵了吧 OK 到了大约西元前387年 柏拉图呢 就在这里呢 建立了欧洲历史上 第一所的综合性的学校 那当时有非常多希腊 古希腊的名人啊 都曾经在这里学习 例如说 后来建立逍遥学派 开创自己学校的 亚里斯多德 也曾经在这里 当了20年的学生了 这个学院呢 一直延续了900多年了 一直要到公元529年 才被东罗马帝国的皇帝 查斯丁尼下令被他关闭了 那么英语的Academy 就是来自于这个地方 不过柏拉图当年创立的雅典学院 早就已经荡然不存了啦 现在看到的建筑呢 是后来在1885年才新建完成的 文艺复兴时期 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画家 叫拉斐尔 大家一定都知道 他曾经接受教宗 《儒略二世》就是Eulius二世 他的委托呢 在他的办公室呢 画了一张非常有名的画作 《Skola di Adame》 就雅典学院 那么这一幅壁画 大约创作于西元1509年到 西元1511年吧 那么据说这一幅画呢 那拉斐尔他先他所要表现的内容是 教义的讨论 也为了要表示说 基督教的这个信仰 是广倍天下 所以画中的人物呢 就包含 你看穿红色衣服的中国哲人孔夫子 还有穿绿色衣服的塔吉克人阿维森那 另外一个穿白衣服的是拜火教 又叫做宣教的索罗亚斯德 他的名字呢 又叫做查拉图斯特拉 尼采呢曾经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 叫做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李查斯特老师 他写了一个交响诗 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这个作品是编号第三十号 他这个续证呢 这个是非常有名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 那么这幅画 大家现在都喜欢叫他雅典学院啊 那据说这个是教皇图书馆的一个管理人呢 叫贝洛里 叫 Giovanni Pietro 贝洛里 他在1695年他所发表的一篇文章 他所说 他说这一篇这个画呢应该改为雅典学院 那么并且他说你看这个画中文 这个呢就是柏拉图 那个就是雅里斯多的等等等等 这个希腊哲学家的名字呢 名号呢 通通被他放上去了 那么真相如何 那就只有请大家去研究了 到底是孔子 还是这个柏拉图 我想这个话题也蛮有趣的 OK 今天呢跟大家就先介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欢迎每个礼拜五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谢谢 请不吝点赞